我們今天來看一間四房的房屋 這間四房的房屋 如果我要很簡單地做一個總結 就是四房有三次 全部都是有窗的名次 亦都可以做到 kitchen和living room是分開的 每一間睡房的空間 亦都是非常之寬落的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它的Layout Hello 大家好 我是Fanny 星期六的早上又是我來到倫敦的Waterloo Station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去Gilford那邊看樓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們Suri附近 有沒有英俊的獨立屋苑 我們今天會一起搭火車入Gilford 看看Gilford的環境 還有看看Gilford旁邊的一個城市 叫做Kranney 那裡的生活配套是怎樣 還有一個挺英俊的獨立屋苑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立即出發了 今天是星期六 由倫敦出發去Gilford的車 其實都相當之多 如果你覺得切的話 就可以搭一些在三十多分鐘的快車 不然隔三分鐘 就會有大概一小時的火車可以去到的 我來到Kranney了 我剛才就在Gilford搭巴士 如果Gilford搭過來其實有三條巴士線 大概二十多分鐘的車程就可以去到這裡 如果是去我們今天看的樓盤Lewood Fields的話 我們可以在Alfred Road那裡下車 走去Lewood Fields 就只需要五分鐘左右的步程就可以去到屋苑 我已經在巴士站走了五分鐘左右 來到Kranney的一個新的大型屋苑 叫做Lewood Fields 我們今天會看一間四房的show house 看看這裡的Layout是否帥氣 還有可以看它的收樓標準 我們現時看的Layout叫做The Braid 是一個四房的Layout 它是一個Kitchen Dining 和Living Room分開的設計 所以一進來 左邊這裡就會有一個Dining Room加Kitchen 那個Dining Room不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你當它是一個四人的飯桌 或者Breadfast Area就可以了 你看到這裡有個U型廚房 亦都做了一個Wine Cellar 桌面桌都用了這些很實正的Style Sturm 所有櫥櫃都用了有Handle的設計 而是可以做到Double Sync 下面這裡就做了一些Recycle Bean 旁邊這裡就應該是洗碗碟機 你看到家電也是主要用Bosch的家電 包括洗碗碟機、煮食爐、焗爐、微波爐 旁邊也做了一些廚櫃的位置 看看雪櫃先 Frit Tracer也是用Bosch的牌子 那廚櫃的儲物空間很多 今次看到它是一個淺色的設計 旁邊也做了白色的磚 比較容易清理 而且它的電製位也挺貼心的 現在很多新的開展 電製位已經做了USB位 這裡起碼六個插座位 再加三個USB位 進來後 左邊是Kitchen Dining 右邊這裡有一個WC 有一個Gas Toilet 走廊位可以做一個圓關的位置 樓梯下面會有一個Storage Cardboard 可以放洗衣乾衣機 這裡也有一個小小的Utility Room 可以放一些出街衣服 或者平時用開吸塵機的 就可以放在這裡 好 那我們看看Living Area 這個Living Area 加一個Dining Area 是一個很四四方方的設計 看到它這個設計 都有做天窗 整件事就很光亮 因為不單只有露台窗 上面也有窗 所以很多客戶 都可能很想做Extension 都不用了 因為如果你只想要天窗的感覺 和光暗程度 它這裡已經做了給你 光暗得來 整件事很綠色 後面的六人飯桌 剛好可以放到六人 也有幾充足的生活空間 我們上去看看睡房 上來 首先有第一間主人房 這裡有一個L型的Fitting Wardrobe 已經做到上頂 Barkley的好處就是 它的窗子做得都很大 所以你看到房子都很光亮 這個主人房是Ensuite的設計 它會有Bath & Shower 一邊有浴缸 另一邊有浴缸 另一邊有浴缸 你喜歡用哪一種都可以 在旁邊 這裏有一個Flyler的位置 另外也有第二間的Bathroom 很光亮 這個Port 剛剛好對著外面的小橋 看出景色很漂亮 超美 可以看到現在是差不多1點鐘的時候 房間是非常光亮的 這一層還有一個Bathroom 也是Bath Tub 是浴缸 下面也做了少許的儲物空間 用的顏色也是用淺灰色為主 好了 我們看看二樓有什麼 首先上來 這裡還有一個儲物空間 這裡有一間大房 這裡可以擺放兩張單人床 如果擺放雙人床 這裡就已經超闊 你可以擺放到Kingsize 很大的窗 陽光可以射進來 也可以擺放到衣櫃加書桌 其實可以把書櫃放在窗這個位置 這裡的衣櫃整個大一點都可以 還有一個Storage 都很大 Storage中 又有Storage 真的完全不浪費 每個空間都用盡了給你擺放東西 所以如果你說轉季衣服 就不用擔心沒位置擺放 好 看看旁邊 這裡還有一間Study Room 也有窗 所以如果你說做一間睡房就會比較細 但是做一間書房就很OK 裡面也還有一個Storage 這個Storage很深 這個Storage 這個斜斜的 不能放到很大塊的東西 但就用盡了所有Storage 很多人都會問上面這個Loft 其實它都有一個梯 有一盞燈 但就不應該放一些很重的東西 在上面 而且如果你塞住了它 就擔心會有即發霧 濕氣重的問題 上面這裡兩間房間 就會分享一個Shower Room 這個Shower Room 都可以做到是名次 所以都幾光亮 這間四房的房間 如果我要很簡單的總結 就是四房有三次 全部都是有窗的名次 亦都可以做到 Kitchen和Living Room 是分開的 每一間睡房的空間 亦都是非常之寬落的 由Lewood Fields來到High Street 走路應該是大約15分鐘左右 我剛才走過來的 亦都有很多人是沿著那條路 踩單車過來的 來到這裡會有Sainsbury 有Boots 會有Pizza Express 然後有一個Outdoor的Café 然後看到地區的人 就這樣坐著喝咖啡 曬一下太陽 都十分寫意 在Cranley的High Street 整個感覺是很Posh的 你會看到除了有Sainsbury之外 會有一點點Farmacy 然後會有 譬如這個是專賣一些Kitchen Furniture 對面我們會看到有寵物的Spa 有一些Tee Café 有些Shops 前面這裡也看到有部分的Boutique Store 賣衣服 還有一間Fish and Chips 我們一起來看看整個屋院的Master Plan 其實整個屋院分了四期 第一期 這個由2019年已經開始入住了 這裡大概是50多戶 已經形成了社區 全部都住 這是最近Cranley的High Street 大概兩三分鐘步驟就可以去到High Street 現時開賣的就是Phase 2 其實Phase 2去到Phase 3這個位置 之後也會開一條路走出來High Street 所以到時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來到High Street 這裡會有Sainsbury 會有Co-Op 亦會有Marks & Spencer 所以這個是少數獨立屋 可以去到High Street 另外大家旁邊見到Green Space 之後就會是一個Country Park 所以之後也會有一些Cycling Park 會有些Play Ground 會有些噴水池 其實整個屋院加起來 總共大概是400多個單位 不是很多 附近很多的Green Space 由這裏去Gilford 都只需要大概20多分鐘車 去Hero大概都是9個字車程 生活來說是非常方便的 現時我們正在看 就是整個屋苑的Phase 2 一進來 其實這裏有部份單位 已經收了房子 亦都在住 沿著這條路 一走進來 這裏會有條好像橋仔 我們現時身處的Sales Suite 就是在這個位置 前面這幾間亦都已經是Complete 這個是我們那個Show Flat 後面這些全部都是現時賣的Phase 2 你看到這個Phase 2.2 基本上已經全部賣了 亦都有不少香港人 其實準備會在這裏落腳 所以亦都會有少少香港的Community 現時賣的2.3、2.4 反而會有一些四房單位 這些全部花園都是向南或東南 有部份這些Semi Detached 或者Link Detached 亦都有這些天窗的設計 亦都是四房只是兩層 所以就視乎買家的需要 你想要四房是兩層或三層 都有不同的Layout選擇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立即聯絡我們同事 我們會和你看一看附近的環境 和不同Layout över 看附近 乞ỗi 靠近